那么就要来看到补选首战了 现在五个线是有六个缺额的补选 包括像是这个云林虎伟镇长 那个丁徐忠那是当选立委 那么其他呢包括其实刚刚的 今天最有话题的黄仁 他原本也是台中的第15选区的一个市议员 那他现在也是当选立委 可是其实现在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说 他们陷入一个苦战 因为其实大选的延长赛 大家都想布局2026 然后未来呢又有县市首长的选举 只不过呢六场的这个补选前哨战 其实民进党的成绩也没有很好看 那么就来看到民众党的台中市党部主委姜何树了 他说目前呢党内有三位同仁登记参选 但是有介于说这个关于这个台中未来市议会有些发展嘛 跟选举难度 那么会与这个国民党好再谈未来 有没有可能呢继续来个蓝白合作了 那么谢龙介就说 其实重点是民众党的角色 也是呢观察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蓝白合的关键了 那么乡镇长比议员补选更重要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国民党一定要步步为营 你要先积极的布局 2026你才有一个话题性 你才有胜选的可能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呢这个蓝绿两党 比如说以蓝来说 是类初选民调定胜负 那么绿呢是启动党内提名机制作业 那这个赖清德就说了 号召社会给民进党支持 希望未来的补选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嘛 包括像是这个议员啦 乡长啦 还有苗栗市长啦 还有这个麦寮乡长 护卫政长等等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积极的布局 所以就在想啦 那未来这些缺喔 这些洞喔 到底是谁来递补进去 包括像是绿营现在也希望说 有没有一个机会喔 继续再翻转 尤其是他们这一次虽然大选赢了 可是其实赢得不漂亮 尤其赖清德他又是一个少数总统喔 所以2026其实他要积极先 抢得先机 否则呢 其实不要看这些这个乡镇市长喔 其实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有什么呢 现在就是这个苏志芬也说 云林海线的选区 还是处于一个失利的一个氛围 一个状态喔 因为面对上这样的艰困选区呢 那么未来呢 这个赖政府是一场硬仗 对于他来说 其实也是一场苦战 那包括现在呢 这个周渝秀也被点名了 新任的秘书长 2026的选举 就是他的首要任务跟目标 他说首长需要重新选举 参与是一定要的 但六个地方 其实每个地方不同的分土民情 生态样貌都不同喔 那这几天会做一些评估报告 大概是过年完之后呢 就会有登记参战的样态了 那模式是过完年后会更加的清晰 因为中间还卡了一个 一个多礼拜的一个过年嘛 好 这是一个补选的首战 等于是大选的延长加赛 然后未来呢 这些洞会谁可以递补进去 好 大家就在想了 这个六场补选算是一个前哨战 2026的前哨战了 520招商人的赖清德 他承诺呢 这个商人之后会有个新内阁 会跨党派 不全然都是民进党的样貌 那在党就炮轰啦 过去蔡政府内阁啊 同样是五党籍的王美花 其实搞出一个台大的 这个停电啦 或全台大停电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 包括陈吉众的蓝猪的问题 好 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是这个五党籍 可是其实都是民进党的自家人 所以他说其实党籍根本不是重点 你要彻底执行总统的旨意 恐怕才是关键吧 新任总统520上阵 但对于未来的新内阁 赖清德画出这种美梦 院长要退出好的人才 各部会也是一样 不完全都是民进党 这指的真的是用人为财 不分党派吗 网友立刻盘点美党籍又怎样 蔡政府政内 小英爱将经济部长王美花 美党籍 但却搞出全台大停电 还把台积电送到美国 而无当机的前农业部长陈吉正 不但帮小英护航来出 还搞出瘸蛋风暴 更别说法务部长蔡清祥 看似无党籍 但却执行小英的费死旨意 拖延执行死刑 超中心 这几个号称无党籍 比民进党起来效忠 好 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 一个最新画面 就在刚才的 大概是9点35分的时候 新科立委已经纷纷 进行报道宣讯 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 所有人都到场 且盛装出席 当然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集中在 就在稍后10点半的 这个蓝绿白争霸站 10点30分会预计院长投票 12点30分 两个小时可能就会完成开票了 等于说是 行程非常非常的紧凑的 但是其实大家就很关心的是 到底这个 有没有真的机会是票票入轨呢 因为大家都说嘛 这国民党 其实民进党是技术党计 各党技术党计 必须要量票 并且呢 如果是违反规定的话 那么就要受到处分 甚至就连民党党也说 如果8票没入带的话 当然你的立委只会当一天 未来也是严厉的党纪处分 所以可以看到现场的气氛呢 有点微妙 在刚才宣示之前呢 其实大家都是呢 有的这个握手含靴 然后有的这个拍照合影 不过其实重头戏就是在稍后了 等一下的10点30分 新科立委帮到宣示就职之后呢 就是要进行一个院长选举投票 那么在投票之前呢 在稍后也会有一个大合照 因为在这个立院的议场外头呢 目前椅子都已经摆放好了 大家都在一个c的一个状态 因为等一下呢 会进行一个所有 蓝绿白立委大合照 看到现场的画面咯 很多新科立委纷纷的是 把脚步移到了这个议场外头了 因为等一下就要来做一个 这个新科立委们的大合照碗 10点30分 就要进行院长的投票选举 好 接着我们还要来掌握的就是 这个赖清德日前就有提出嘛 未来的内阁各个部会的首长 不会只局限在用这个民进党自己人 但是洪耀明就说啦 你这句话根本就是一个废话 他怎么说 任过去的历任内阁 就连呢 蒋总统时代都有任用过 无党籍的阁员 更何况是现在的陈建仁 还有王美花 王国才这些人 虽然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党籍啊 都是无党籍的 可是其实大家怎么看 怎么像民进党的自家人 他说他们的忠诚度是不会输给其他的民进党籍官员的 赖清德讲这句话废话 真的啊 过去我讲 我国历史上 即便是 我讲那个 那个李登辉 那个时代 甚至蒋经国时代 内阁团队都有无党籍的 当然是 马英九也是啊 都不会全部是一个政党啊 不可能啦 陈建仁现在的内阁团队 那个有民进党党籍的 也不过 不到一半啊 也不到一半啊 对不对 那你知道像 有一个人还注销党籍 对 那个叫李静勇 李静勇他当中选会主委 不可以有政党 对对对 那你说像那个 那个王美花 对 龚明星 这些人 蔡清祥王国柴 张景森 对 你会觉得他们 有没有党籍有差吗 他们虽然是无党籍 但是比如说王国柴 很多人都说 他就是新潮流啊 对 他长期在民进党 而且新潮流的市政府做官 一路做到中央 对 那人家就会说 他是新潮流爱用的人 对 那可是他没有 他无党籍啊 他没有政党啊 但是他在做事情 是不是都听党的话 所以 这个跟党 有没有党籍没有关系 如果他的这个所谓的联合 那个什么什么 他的联合政府 说什么民主大联盟 对对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找的是苗波亚 找的是这个唐凤 你听到名字 这个资料都掉下来了 如果说 对啊 这些都不是民进党的啊 但是都 高家 高家也是民进党 都还是他们自己人 如果他还是找他自己人 那 走不出同温城 这样的 那个未来的内阁团队 是没有办法让人民有期待的 好刚才是新科立委的宣誓 那么现在呢 他们就在场外 进行一个大合照 这画面 这最新的联系画面 就在我的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有的这个新科立委们 排排座 那大家都是笑容满面的 这个胸前带雄滑 今天算是他们打扮最亮丽的一天 因为刚刚就有这个立委说 未来的每一天可能都会有点灰头涂脸 都很忙都很累 那么当然今天还有一个重头戏嘛 就是稍后的10点30分 要进行的投票 大家稍后拭目以待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掌握了 今天要进行这个院长投票选举 那么国民党团强调54票都要入带 那么叶元芝也说 他不担心跑票的问题 因为国民党够团结 昨天一直被问到这个问题啦 但我个人是不担心 第一个就是之前在党团会议的时候 国民党都展现出很团结的氛围 而且四年前因为有人有投错票嘛 就把赖世保投成赖品鱼 那在我们的内部的会议里面 其实大家对于这种行为啊 都非常的谴责 就认为说怎么可能会有投错票的行为 所以这一次因为有亮票 而且大家是一个很团结的氛围 而且知道说现在大家给国民党机会 如果国民党再跑票的话 大家会很失望 所以我认为今天应该不太会出现跑票行为 而且我自己感觉啦 我觉得民进党也没有这么支持 游锡坤选院长 你看这一次游锡坤在选院场过程当中 他给民众党的承诺 到最后他都被迫说是个人意见 感觉上他们并没有同心 所以在没有同心的情况下 民进党应该也不太会去 用国家的机器去帮游锡坤 去做一些这个暗黑的拉票动作 所以我自己是对这次 我们每一票票票入柜是非常有信心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